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算是 2017的 12月的新品 天原突破的 紅岩羅岩 NX系列 然後編號是0033 用一個磚頭突破天際 內容物是這樣 然後有附底板 說明書 抽獎單 先介紹商品 其實商品看起來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因為他附了兩把 除了磚頭以外的 刀子 商品本身拿起來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這邊有那個 他的那個標誌啊 我還蠻喜歡的 胸甲這個好像拿不起來吧 這拿得起來嗎 可以喔 胸甲這個可以拿起來 把胸甲這個拿掉後 可以看到很明顯 那個 臉的那個 胸口那個臉的標誌 還蠻明顯的啦 先把這邊清空好了 可是我發現 這個版本好像沒有那個最終那個 最終那個版本叫哪一種版本啊 就是全收全身那個磚頭都爆發 那個布滿滿滿的磚頭 像個 像個刺蝟的那個版本的那個天原突破 有點可惜啊 後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然後可動性也可以看到我把玩的程度啦 基本上非常的好啊 腰這邊有個可動的關節啊 然後腿的部分這裡一個關節 這裡膝蓋也有一個關節 腳這邊也有一個關節啊 腳這邊還有一個 腳這邊這樣子 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手臂的部分 拳頭可以換 然後手肘這裡有個關節 肩膀這邊有關節 然後護甲這個關節 其實也是可以在動的啦 護甲這邊這個關節也可以在動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得出來 它可動關節非常的多啊 這還不錯 頭的部分 除了本身這裡一個關節外 其實要注意看它脖子下面這邊 還有另外一個關節 所以它的可動範圍其實還蠻廣的啦 可以讓一個很大的移動 然後附的武器除了 除了附武器外 其實還附這一個啊 個人非常喜歡這個配件啊 這個火焰 直接就裝在背後啊 其實我覺得它裝在背後好像有點重 裝在背後變這樣 燃燒火焰 燃燒火焰 然後除了磚頭以外 它附的兩把刀其實也還不錯啦 可是我更希望是它附多一點磚頭啊 磚頭可以直接 欸不是磚頭 五四刀可以直接讓它配在手上啊 就看你們喜歡擺什麼姿勢 看你們喜歡擺什麼姿勢 這樣 側面這樣 可是我覺得如果裝上火焰後 其實你的肩膀 可動範圍 因為它這邊有護甲 所以它其實 裝上肩膀後的那個範圍 可動的範圍其實並沒有很好啊 它火焰可以 可以拆嗎 它火焰 應該是可以拆吧 它火焰是可以分成三塊的啊 注意看的話是可以分成三塊 其實這邊有個小型的零件啊 可以分成三塊啊 所以如果你嫌它火焰太大的話 你可以讓它單純一注火焰之類的吧 像這樣 另外兩個其實應該也可以擦成別種樣子 吧 好像擦的好像不是很順 還是不要建議這樣擦 然後手掌的部分 除了這個握拳的 不是握拳的手掌 或者是說可以拿來拿武器的手掌以外 它其實 手的話 它其實還有附一般的拳頭打開的手啊 那最讓大家care的部分 應該就是說 它的拳頭的部分 要怎麼換啊 也可以看到你把拳頭換掉後 它其實火焰是 磚頭卻不能接上去啊 它磚頭其實要接的部分 是在後面手肘這裡啊 然後直接把手肘這個零件換掉 就變成像這樣子 我其實不是很喜歡這樣子啊 雖然說 這樣子比較像原本的樣子 可是它這樣就變成 手的可動性就減少很多啊 變得有點可惜 會讓我覺得說這樣子很 很可惜的一個造型啊 就變成像這樣子 拳頭變成磚頭 或會變成很短 或者是說 可能它後面會出它的磚屬配件吧 也許吧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過動畫的部分的話 應該會知道它最後的是 全身磚頭以外的一個版本 還有一個是 有一個是磚頭非常非常大 比它自己本身的身體還要大那種磚頭那個版本 那應該也是蠻多人會看過的版本啊 後面這樣 然後從上面這樣看 它肩膀除了可以上下移動的話 其實這邊還有一個關節是可以這樣撥開的 像這樣子 但是 個人覺得這樣還不錯啊 增加它的可動範圍 可是 相較之下 我覺得像我這樣摸起來 我覺得它的 商品本身摸起來比較軟啊 就是 增加了很多的可動性 可是相較之下 我覺得它的強度上 比較虛弱一點 雖然沒有到說 讓我說摸起來會 站不直什麼的 但是 相較之下我覺得 它的 它的可動性是很好 但是 摸起來就總覺得有點 軟趴趴的感覺啊 然後這一組是 售價好像有700多塊 就有了一個商品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 其實是可以去尋找購買的